北京时间1月7日傍晚 国足突发重磅官宣消息 正式确认了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大名单 这也是李肖鹏上任以来的首期集训名单 这一次集训共计出现了52名国角 同时在教练层面完成了大面积重组 有15名教练协助李肖鹏 官宣公告透露 国足此次集训的时间很灵活 工作人员要在1月10日抵达集训地点上海 国角们则在1月11日抵达上海集合 对于参加足鞋杯决赛的国角 国足允许他们在1月14日前往上海集合 此次集训的目的很明显 备战1月27日国足课场对阵日本队的比赛 以及2月1日课场对阵越南队的比赛 两场比赛分别为试育赛亚洲区12强赛的第七轮和第八轮 根据国足目前的处境 最后四轮比赛只有全胜才能有一线的晋级希望 但是国足几乎没有状态和实力去创造这样的奇迹 李肖鹏带队的首要任务将是磨合阵容体系和锻炼年轻球员 李肖鹏选定的52人大名单 由吴磊五名规划国角领衔 名单中最大的焦点有两个 第一规划国角悉数入选 只有李肖鹏继续缺席 艾克森、阿兰、洛国富、费南多、蒋光泰五名规划国角 全部获得征调 第二年轻球员增多 有八大新星上位 让人看到了更多可能性 八大新星分别是杨丽鱼、严鼎浩、吴绍聪、韩佳琪、高天义、蒋胜龙、戴伟俊、刘若凡 八大新星军事有23士林球员 全都在联赛中拿出了出色的状态 其中戴伟俊还不具备为国足出场的资格 他此次入选是为未来准备 提前感受国家队的氛围 也意味着他的户籍转换很快将完成 他目前还是中国香港足球协会的球员 要转入内地户口才能注册加入中国足球协会 相关手续还在办理中 还有两名1223星星郭田宇和朱成杰 则已经成为常备国角 按照集训计划 国足将在上海集训两周不到的时间 在1月23日启程飞往日本参加客场比赛 52人大名单中有多名球员将无法进入上海集合 他们将直飞日本与国足会合 包括身在巴西的艾克森、阿兰、洛国富、费南多 四名规划国角 以及刘洋的吴磊和李磊 其中李磊和吴磊基本确认会在1月23日左右与国足会合 四名身在巴西的规划国角 因为两个月左右时间无系统训练和比赛 状态无保障 有可能存在变数 国足详细的52人大名单人选为 刘店座、韦氏豪、蒋光泰、张林鹏、邓韩文、严鼎浩、吴绍聪、杨立宇、阿兰、于大宝、张希哲、池中国、张玉宁、侯森、高天意、王子明、严俊玲、王申超、李昂、贺冠、魏震、李胜龙、金进道、王瞳、王大雷、刘彬彬、徐兴、徐兴、郭田宇、石科、郑征、吉祥、刘阳、蒋、 王胜龙、吴熙、朱成杰、彭新丽、尹洪博、王上元、韩佳琪、李帅、戴伟俊、郝俊敏、赵洪略、王志峰、谢鹏飞、谭龙、刘若凡、吴磊、李磊、爱克森、洛国富、费南多 教练组的15人分别为何赛佩浦、陈阳、于庚伟、李金宇、高尧、赵俊哲、孙继海、郑志、孙祥、邵嘉一、王亮、曲楚良、李雷雷、胡宇、欧文、威尔克